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 对来自伊朗 新加坡和中国的八家实体实施制裁 声称前者参与了此前被美国制裁的一家石化公司代理的 伊朗石化产品的买卖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宣称 这八家实体参与了由众详石化有限公司促成的交易 或协助后者处理和转移出售这些石化产品所得的资金 彭博社提到 众详石化有限公司今年1月受到美国制裁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还称 伊朗的石油化工产品的销售 仍然是伊朗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 并宣称 这些资金被德黑兰用来支持中东各地的腐败政权和恐怖组织 最近还支持了委内瑞拉 2020年1月美国财政部对众详石化有限公司和其他三家石化和石油公司进行制裁 今年9月美国财政部再次宣布将来自伊朗阿联酋以及中国的6家公司列入被制裁实体名单 以与伊朗存在关联为由 美国此前曾多次对中国公司下黑手 今年5月 美国宣布对一家位于中国上海的物流公司实施制裁 称这家公司与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伊朗马汉航空有合作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强调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相关非法制裁 并将坚定致力于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对此中国对美再打出反击牌 据香港南华早报29日报道 中国将开始从坦桑尼亚进口大豆 坦桑尼亚也成为最新一个与中国政府签署农产品进出口协议的非洲国家 据南华早报引述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的消息称 中国26日已与坦桑尼亚达成协议 将开始从该国进口大豆产品 中国和非洲都将从加强的贸易关系中获益 吴鹏表示 这一协议的达成符合中国政府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所作出的承诺 即通过扩大进口 特别是自然资源以外的进口 以支持非洲各国 大豆是中国畜形饲料和食用油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其中大部分进口自巴西 美国和阿根廷等美洲国家 而在非洲 此前埃塞俄比亚是唯一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国家 但只占中国进口量的一小部分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中国9月份大豆进口量为979万吨 同比增长19% 而据标普全球普世的数据显示 这些进口产品中 近四分之三来自于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巴西 美国则供应了12%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此举是试着减少对美国和巴西的大豆进口依赖 但由于非洲的大豆产量水平过低 目前还无法真正产生切实的影响效果 另有分析则认为 如果非洲国家的产量能提升到巴西的水平 非洲的农业至少可以翻一番 而中国则将是这些产品的巨大市场 据路透社消息 拜登的两名高级顾问周三表示 拜登若当选总统 将立即与美国的主要盟友进行磋商 之后再对对华关税的未来做出决定 从而寻求集体影响力来应对中国 报道称 这两名顾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出发点是不要重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错误 对欧洲和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 是特朗普美国优先议程的一部分 这惹恼了美国的关键盟友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前高级政策顾问 杰弗里·普雷斯科特说 特朗普政府的失败在于一意孤行 他表示 与盟友立即进行磋商的必要性在于 确定在哪些方面可以对中国施加集体影响力 报道说 这两位顾问拒绝表明 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拜登是否会倾向于取消对华关税 在30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 关于中美关系 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我们致力于与美方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将坚定地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回到协调 合作 稳定的正确轨道上来 美东时间周五 在疫情形势严峻 美国大选不确定性 科技巨头业绩 前瞻指引疲软等多重因素共振下 美股三大股指最终全线收跌 纳指大跌于2% 主要科技巨头几乎全线下挫 推特暴跌于20% 苹果大跌于5% 市值蒸发超110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超7000亿元 出现这一情况 也是源于 苹果公司周四盘后发布的财报数据 其中 大中华区营收为79.4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111.34亿美元下降28%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将于11月3日举行 美国股市一项指标 对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而言 是重大警讯 自1928年以来 包括四年前的大选 若标普500指数在大选前三个月下跌 执政党很可能落败 四年前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民调领先川普 但标普500指数在选前连跌9天 跌至低于选前三个月的水准 最终 执政的民主党落败 川普赢得选战胜利 因此 美股在大选倒数阶段重挫 对目前执政的共和党来说 并非好兆头 数据显示 自1928年以来 23次大选里有20次 标普500指数在选前三个月的表现 准确预示了大选结果 若美股在选前三个月上涨 执政党获胜的几率高达86% 然而 标普500指数28日收跌3.5% 写下6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此外 在29日之前的12个交易日 标普500指数有8天收跌 今年 新冠疫情引发美国经济严重衰退 巨大失业潮和企业破产潮 在此背景下 选民更加看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立场 和经济复苏方案 一些关键摇摆州选民 如何看待经济政策及复苏前景 或将成为左右大选结果的重要变量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0日报道 美国国内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佛罗里达州 宾夕法尼亚州 俄亥俄州 这三个关键的摇摆州 领先现任总统特朗普 从特朗普过去四年的执政思路来看 如果成功连任 他将延续减税 放松监管 促进制造业回流等政策 推动经济复苏 并利用关税等工具 重塑对外贸易关系 拜登则主张对富人加税 提高企业所得税 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 提高失业救济金额 扩大医保覆盖面 以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公平 正如拜登团队所言 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近日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 特朗普的贸易战使美国农业政策雪上加霜 作者克拉克·帕卡德认为 关税贸易战给美国农民和其他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美国农业面临着矛盾的政策环境 一方面 得益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大额补贴 美国的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美国出口农产品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 为了保持出口增长 美国需要更加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 但特朗普政府的农业和贸易政策却与之背道而驰 关税贸易战给美国农业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农产品失去了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 农场破产数量急剧增加 农民选票关系着特朗普的连任前景 因此 特朗普政府向农民牧场主企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补贴 政府的大额补贴增加了农业净收入 使得美国农业获得了自2016年以来的大幅度增长 据估计 今年美国农业40%的收入都将来自政府补贴 作者强调 虽然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让农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每五年 美国国会就会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 向农业部门下发数十亿美元的补贴 与特朗普政府的农业救助计划一样 这些补贴大部分都流向了本就实力雄厚的农场和企业 未能真正是弱势的家庭农场获益 这种不平等事实上还影响到美国以外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后者的农业无法与获得大量补贴的美国农业竞争 最后作者强调 特朗普政府错误的贸易政策固然应该受到指责 但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过渡作为 却是两党长久以来的共同历史 政府补贴名义上是家庭农场的保护网 实际上却沦为大农场和大企业的独有福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